最近呢我受到了一個賽事的邀請 他希望我去參加一場鐵人比賽 體驗一下他們的鐵人活動 但是因為我個人是路上運動學系畢業的 你們也知道跑步的嘛 所以我的游泳其實不是非常的厲害 那因為要去參加鐵人賽 我非常怕我在游泳當中就第一關卡關 逆斃被撈起來 所以我決定來去找個名師拜師學藝一下 走吧 我剛看完了這個教練的一個講座之後 然後他的教學實在太精湛了 我決定我要去拜他為師 就在這個樓梯等他吧 教練 請問你可以收我當你的游泳足弟嗎 欸 你知道嗎 你剛在石兵拍的時候 我就看到你 有一道光從你的天領帶昏出來 年紀輕輕就有一身橫練的精湖 補隔清潔 你知道你是擺那一件的練武器才嗎 我就決定收你為徒了 太棒了 好 OK 你看你現在這個 剛剛有幫你拍的部分 你現在這個手 你看會過中線 左手會插過來 右手就會這樣偏回去 所以游起來人其實是會左右晃動 然後再加上你看你的這個右手 入水會有一點點這樣的大門子先入水 那這樣的動作容易會讓你的肩膀 容易會受傷 所以你通常入水的時候就是這樣平的這樣下去 OK 一起張殺 對 對 了解 下去這樣 然後在踢水的部分 因為你會看你剛說有25 就會有點喘 對 主要就是踢水的頻率有點快 然後加上踢的這個動作技術 要再幫你再修正一下 因為你看你現在身體比較下沉 所以換氣的時候你怕會喝到水 頭的位置原則上都有點太高了 坐起來就會比較吃力 所以待會幫你踢水調整一下 滑手的動作修正一下 應該就會好很多 那待會讓你感受一下 其實調整一下踢腳的動作 你做起來就會輕鬆一點 有一些細微的動作當然還要再修正 但是基本上你踢腳已經改善很多 然後整個游起來輕盈的感覺就會好很多 流線型好很多 當然這個手頭向後拉 還有這個手術手會過中線 還需要做一些其他的練習 幫你修正 那家裡你覺得以後我這樣40分鐘上完 因為我其實很擔心是我接下來鐵人比賽 所以你覺得我這樣的訓練之後 我可以像這樣比賽不會溺水嗎 溺水當然是不會啦 因為你看你主要這樣修正一下腳就輕鬆很多 那主要在幫你的手會稍微在倒角度加強一下 1500 完成是沒有問題 超累 終於練習完了 剛剛這樣游玩 你們可以看到現在影片中 我的第一次游跟第二次游其實差別蠻大 我第一次的時候 教練說我的腳踢得太快 然後手都會過度的旋轉 導致我的身體一直下沉 然後屁股離水面就很遠 所以我第一趟游玩其實超級純 那在後面他調整之後的游泳 就會知道比較知道抓水的感覺 還有你的腳該怎麼踢 那這個時候我的身體就浮得比較水面 也會覺得滑臂子比較輕鬆 而且不知不覺前進速度還比第一次快 所以感覺非常有效果 這是我第一次上躍鬱教練的課 那我覺得整體還蠻推薦大家來 因為我在上課過程中其實 他教的東西都是我以前沒有學過的 然後不管是滑手啊或是踢腿 對我來講都是蠻新的體驗 因為以前在學校教練教的就是 你就大力踢就對了 可是大力踢我每次都一下都美麗 因為很喘 但今天當地學習完 其實對於游泳也有一個全新的感受 希望接下來的訓練我可以繼續加強 然後就可以去參加這行鐵人比賽 既輕輕就有一陣恒麵的筋骨 而且你有一道光從天敏蓋噴出來的時候 哇!!! 哈